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拍摄惊奇的特别节目 我是大宇 那这次呢 我又请到了郑雪飞 跟她一起呢 我们聊聊电影 欢迎啊雪飞 哈喽大家好 又见面了 那同时呢 在我们这次节目里啊 还邀请到了 《野人梦》里面 扮演美月老师的冯小雅 欢迎小雅 哈喽大家好 我又在新一部的影片里呢 跟雪飞啊 扮演了男女朋友 又是我的这个 比较荣幸的一次哈 那这部影片呢 名字叫《他乡越更云》 是一部风光艺术片 剧组呢 在加拿大的很多风景名声啊 取景 取景啊 那他们呢 也是跟着剧组啊 走了好多地方 那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啊 你们在这一路都看到了什么 有什么样 对你们觉得 比较难忘的事物呢 其实最难忘的 就是加拿大的这个风景 这个风光了 特别是我们这一路 其实我们是开车前往的 对各个景区 对包括我们每一天 其实很早就起来 然后就出发去拍摄 然后我觉得 给我最大的一种感受 就是加拿大这个自然的风光 因为路途当中 你就可以欣赏到那种 哎呀 很天然的 很自然的美景 包括天晴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那个蓝天白云 还有青山 特别是有很多的湖 那个特别是晴天的时候 那个湖真的静的 就安静的 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可以倒映出那个 天上的白云 还有那些青山 绿水的感觉 你就觉得 那一刻你就看到这件 就是心旷神移 真的 嗯 哎学呗 你说到火翔前 你记得吗 我们去到有一个 就是叫孟莲湖的时候 嗯 我们刚去呢拍摄的时候 那个湖水 它特别的平静 嗯 当我们开始拍摄的时候 你记得吗 那个湖水里面 那个鱼就开始往起来跳 对对对 然后等我们拍摄 你去的时候并没有 没有 没有 当我们拍摄完要走的时候 哎 那个湖面又平静了 对 还有感觉 因为他们好像都在欢迎我们 对 但是我们整个剧组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 你知道吗 哇 就感觉他们就是整个的那个鱼啊 那个山啊 水啊 好像都在欢迎我们的到来的感受 是 看在加拿大这个鱼也是很自由的哈 哈哈哈 这部电影呢 名字叫他乡越更远 嗯嗯 那里面提到了月亮 我想这电影里面一定有月亮 嗯 对 那么 月亮呢 在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面 它跟互相都有关系 啊 跟团圆有关系 那我想这部电影 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呢 嗯 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因为 加拿大它本身就是一个 移民的国家嘛 它包容了各个民族 各个族裔 包括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也是 嗯 到 到后来了 才来到 就是加拿大这个 这个城市 这个国家的 所以你来到这儿 你真的就能感受到 加拿大这个国家 它真的是一个特别自由 特别包容的 一个国度 人们可以在这里 你可以拥有 嗯 自由的选择 拥有自由的信仰 所以我就觉得 对 这个国家就 给你 给你的一种特别 亲切的归属感 嗯 那小雅觉得呢 嗯 我跟雪飞觉得是一样 因为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呢 我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 嗯 你很自由 嗯 嗯 你想干什么 你想说什么样的话 你都可以 不会有 束缚你那种感觉 对对 我就觉得 怎么说呢 这个国家就是 嗯 让你觉得 就像你说的很亲切 对 嗯 不会说是 它的包容性很强 嗯 听着你们两位介绍啊 我对这部影片也是 充满浓厚兴趣 因为我跟大家一样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影片大概的内容 大家跟我都是一样啊 第一次听众 所以说呢 希望这部影片啊 我们尽快能看到 也是新世纪啊 今年的年度力作 啊 我们期待着啊 希望这部影片非常成功 也非常感谢二位啊 到我们这里来 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大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那到这里了 拜拜